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啊 我不是执迷不悟 是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你如果真的想清楚了的话 你应该知道 太子妃她不属于你 她是不属于我 她也不属于任何人 她该回西州 过回原来的生活 这世上还有什么属于我 连我自己 都不属于我自己 义父 顾剑已经做完顾剑该做的事情了 请义父放我走 你说什么 请义父 放顾剑走 请义父 小时候 我以为这些是我一个人的事 就算再痛苦 就算再逃不过气 也是我该受的 直到你把小枫拉进来 她就要承受失去家人 失去记忆 失去所爱的痛苦 这对她公平吗 这就是你所谓的大义吗 剑儿 这都是命啊 就算你我不把她拉进来 丹蚩她一样会亡 小枫还是会陷于王室之中 这不是命运吗 那顾家被满门抄斩 也是天定 也是命运吗 我 我 我 义父 我曾经以为 我是小枫的英雄 可后来我才发现 我早就成了一个 满口谎言的骗子 成了一个双手 沾满鲜血的凶手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还记得小时候 我叫你练剑吗 手要平 眼要准 刺出去的时候 要快 要狠 你找我比剑 可总是数 可是你说 总有一天会赢我的 我记得 我记得 赢了我 让你多睡两个时辰 赢了我 你就有错 走 义父 对不起 顾剑